這是一個完全活動的項目 我只要注意這裡 這裡是10億元 小新守華真的沒在開玩笑 黃仁軒手上這個新的AI GPU價值連城 讓他寶貝到家 第二款是5元 之後會更便宜 所以有任何客戶在觀眾中 就沒事 這方法會進行製作是像這個 所以你拿這個 黃仁軒透露新款晶片售價 可能落在三萬到四萬美元 約新臺幣九十五萬元到一百二十八萬元 主理器研發成本總計一百億美元 暗示晶片定價會和前一代H100差不多 要客戶奔還了 黃仁軒還估計資料中心業者 一年將砸下超過兩千五百億美元 升級到輝達版本的加速運算元件 市場年成長幅度高達百分之二十五 歸打打造新的AI世界革命 各種版本的Blackwell 預計今年稍晚出貨 知名半導體分析師陸行之在臉書發文點出 如果揮達新晶片賣得好 英特爾和超微也就不用玩了 券商大膽預言Blackwell有望成為揮達史上 擴張最快速的產品 全球都等著見證AI奇蹟 三連線為你說起劉智柔總報道 字幕提供 為止 感谢观看